今天在三藩市華埠,舉行慶祝辛亥革命100週年的聖火傳遞活動,梁慧珊去看國。 中華總會館總董周達昌,負責第一棒的聖火傳遞,在國父紀念館前停下,與各參與者拍照留念。 聖火的傳達,傳達國父宣中山的民主、民權和人權的理念。 因為聖火傳遞活動,總共有九個站,由中華總會館一直傳到去天下圍宮的牌流,參與的人士有大約30人。 傳遞聖火的人,加上武龍武師的前隊,鄧容秉勝,他們還逃經鴻門志工總堂,林華耀街,聖馬利廣場等,也就是孫中山停留過的地方。 為了慶祝辛亥革命成功,中華民國建國發言,今早在中華總會館外,鼓含大型的活動,由武龍武師。 我們也看到我們現在整個世界,像利比亞,大家這個民主,自由民主的聲音,全世界都在起來,所以希望我們所有的華人後輩,都要珍惜這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。 九支聖火火具,來自譚香山,三藩市,南灣部份城市,及寫廣場都有營致火具。 而烏輪系今天下午都有舉行聖火傳例。 這部款機場很危险地道。 這部款機場很危险地道。 9支聖火火箱有阿蘇 6個。 100支聖火箱有朝土長。